玉君是怎麼樣 短毛的狀態 如果像馬爾濱是長毛的狀態的話 長毛的狀態的話 你要考慮到它疊下來 從疊下來 覆蓋下來的毛的部分會遮掩掉 所以說你在分段的時候就要很平均 要非常仔細的去看它的尾段的一個分段的方式 那接下來玉君老師現在你現在要做的動作是怎麼樣 因為今天的主要就是要就是課工 然後我們盡量就是以說可以一個人完成 所以在你要染毛之前就是要先把膠帶跟錫波紙 所有的工具都先準備好 其實我們今天是怕它不穩定 因為太多人它會動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助理 但其實如果是自己的客人的狗的話 其實這個動作應該是自己一個人可以完成 因為有時候很忙 可能另外一個美容師也很忙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手殘的一個人 也可以自己成功這個事情 是 這個就是說我們常常講的效率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人能夠完成的 那玉君老師他現在強調就是說 當我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一般來講我們上工作台的話 我們會上吊桿 那因為我們在做示範 所以說我們在示範給各位看 或者說我們在示範場子的時候 一個人的操作就務必一定要把周邊 你拿得到的東西隨時都要在你周邊拿得到 事先該準備起來的東西 事先都要準備好 因為染劑一旦開始動的時候 你只要手一放開 可能你的作品就毀了 它只要尾巴一甩 它只要裡面繞了兩個圈圈 可能就搞了一團團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我看過林薇宜老師在染狗的時候 我有一個衝動 我就回去把我們家的西施也染了一個顏色 結果把整隻西施染成紅的 紅色的西施 因為我想說 啊 炒味了 日本的整隻都要捏到紅色 結果我帶著那隻西施去逛中華路 人家還用很訝異的 哇這是什麼 我這身平靜的 人家還信喔 你相信嗎 還有人信喔 哇真的喔 有紅色的高摩的高 其實叫什麼 紅色的西 那當然是一個笑話 但是是事實 因為我弄壞了 我把它弄壞 還有齁 那個時候大概二十幾年前嘛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威宜老師那時候還在亞登的時候 還在台中的時候 那都好玩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那叫做染劑 我去用那個紅骨粿的 人家也用那個紅骨粿的紅花蠣 我去染狗 但是反正就是嘛 我覺得我就是好奇好玩 好不好 那玉群老師 你現在開始在上第一層的顏色嘛 對 我先上紅色 因為從後面上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可以一層一層包 如果你從前面上的話 為什麼 等一下我包起來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不是 你從後面來上的話 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我剛剛說的那個疊色的問題 我們要控它的長度 因為從 其實尾巴又不太一樣喔 尾巴它會翹起來對不對 它尾巴翹起來的時候 它散開的時候 其實顏色很漂亮 那平均度其實就可以抓得很均等 它跟腳就又不太一樣 因為腳是地形營地的關係 所以毛會往下垂 那尾巴它是有力道 它會上來 所以說 現在我們現在 你可以看到它 手套的消耗 其實像這種手套喔 這種手套就是一個人要拿 不好拿開 所以說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說你一個人操作的話 還是手扒起手套最好用 我不要了就甩掉 然後再套一個新的上去 就像我在台南那一場我有講到 我可以準備十個 甚至於十幾個 新的手扒起手套 但是我都必須要先把它戳開 口都必須先開著 然後放在旁邊 我隨時要換掉手套的時候就換 因為這樣才不會產生 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的手套不乾淨疊色了 顏色的重疊 好這個是第一層 各位可以看一下 來攝影大哥麻煩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是第一層 第一層這個位置 第一層的這個位置 要特別注意 就是要包第二層的時候 第一層這個位置 它已經上了膠帶了 而且很清楚的上了膠帶 然後它把顏色完全的包覆進去 包覆進去之後 我要上第二層的顏色 然後套上新的手套 這種手套因為口比較小 但是這種手套比較 操作起來比較不會卡卡 它比較順手 但是重點缺點就是它不好拆 一個人操作的話不好拆 好現在 是 是 OK OK 對對對 對 是 也是不錯的一個建議 那現在就是我們重點是說 要換手套的時候就是 一定如果說一個人 對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那就會比較OK 我們通常都是嘴巴啦 就是這樣咬 不好意思在這邊咬 對 因為我 我們的超美團的美容師 我一再跟他們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很不喜歡美容師 為了染色把手弄得髒稀稀的 這一點是我絕對反對的 因為我覺得有失專業 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消費者太多 你不能出去抱狗給人家 你的手是五顏六色 甚至於噁心的咖啡色 甚至於很鮮紅的紅色 對 人家會怕到 沒有 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在染毛都很髒 然後去買東西 人家都說 你的手怎麼說我們學畫畫的 我說 我們從藝術家的路線 對 剛剛我就說 我們在擠染劑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講 千萬要記得就是說 各位可以仔細看 玉君老師在操作的時候 它是從毛根慢慢抓出來 從毛根慢慢抓出來 而不是一下子就往皮膚的方向壓 你染劑如果一開始就太用力的壓的話 染劑會往皮膚的方向跑 那我們染劑擠壓 我們左手在擠壓染劑的過程當中 我擠壓的染劑可能介於 毛的中段到毛根 但是不觸到皮膚 那我手在抓顏色上來的時候 就是由內往外抓出來 這樣就比較不會去碰觸到皮膚 那比較麻煩的就是 有一些美容師就是 往往會拿那個 我們染頭髮 染毛的那個刷子 那直接就刷 那直接去刷的話 你各位去想一下 它的力據 底力是在哪裡 它的底力是在皮膚 因為毛是軟的嘛 你只要一壓它 它就會觸到皮膚 那你觸到皮膚的話 一點 你的皮膚上一定會去沾到顏色 所以說你如果太依賴那個毛刷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 會比較容易產生 造成就是 造成就是說它會 染劑會去碰觸到皮膚 那其實染劑不要碰觸到皮膚 目的不是說 目的不是說什麼染劑會去 透過皮下震透啊幹嘛 怎麼樣會產生什麼問題 其實不是喔 是你染好了之後 消費者的感受 回去 它皮膚看著說 哇靠我 要刷一隻膚 漂亮漂亮 結果皮膚過得轉生 那當然就不好看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 要幫它染毛 不是要染皮膚 那你說 你說像 像雪納瑞啊 用描繪的方式 那就難免 那就難免 那就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說 短毛的可以用噴染 噴染它就是在表面的 它比較不會 也比較不會touch到皮膚 它就是在表面而已 因為它很短嘛 對 這個部分喔 為什麼說 我們盡可能的 我們盡可能的 在手套的交換上 或者工具的使用上 就是說盡可能不要讓手 沾滿了染劑 這一點 這一點請務必要 要 就是 因為當然我也有學生跟我講 老師沒關係啦 隨性一點 反正幾天就掉了 坦白講真的喔 這個染劑你要是 洗個兩三天大概就掉了 你如果比較久了 用採描包 滷下去了 但是就是說 其實 沒必要 沒必要把自己的手 就是弄髒喔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樣 就是 這個染膏 染膏也不要因為 你在擠壓的過程當中 一下子拿這個顏色 一下拿那個顏色 把整個染膏外面弄得髒稀稀的 因為你的手 如果說手套沒有換啊 或者說你的左手的操作上 有沾到染劑的話 染膏的表面也會很 就看起來會很髒 這個也都是盡量避免的 因為這是 我常講專業有時候 不是用嘴巴講的 它是 在 很多就是 說龜毛吧 或者是說 它是一種 一種 觀感 好不好 這是一個觀感 那 現在我們已經上到第三個顏色 玉君老師 你現在要 第四個顏色了 第四個顏色了 那你 各位可以看一下 玉君老師他還有做 上下層的分辨 是不是有做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OK 其實如果各位 有助理 在練習的時候 有助理其實是最好 有助理 兩個人合作 另外一個人也可以學著做 然後也可以看著說 他怎麼去分那個線 那這個為什麼我想要在這個地方 再重做一次這個 就是因為太多 太多的美容師在問我說 為什麼做出來的那個線 會很模糊 甚至於有的線會重疊 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仔細看 上色的時候 上完色包起來 它一層一層的包 一層一層的包 其實它就是可以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在介紹 怎麼去摺那個美容紙 或者鋁箔紙的時候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其實鋁箔紙它除了 可以加熱保溫以外 它還可以做一個隔離的動作 而且鋁箔紙很好摺 它非常好摺 可是它要謹慎就是說 不要太粗陋它很容易破掉 你稍微太用力擠的話 它很容易破掉 但是它很好去控制它的形狀 再來一個就是說 它因為它比較硬 它比較硬 所以說它在隔離那個顏色的線條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操作的習慣的時候 它隔離線條的時候非常好 非常好隔離 那像現在 玉君老師現在在上綠色這個部分 它上的是比較淺綠色的這一塊 其實今天這個顏色 我要看就是上起來它的濃度 濃度 濃度 各位看一下來 這邊攝影大哥麻煩你轉過來 看一下來 來 我們轉過來 移動一下 順便他先移動過來 這個地方 來 順便 玉君老師你轉過來 讓攝影視拍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把它已經全部做好的 已經上好色的毛 整個捲到一邊 準備要把美容紙包起來 好 這個時候請玉君老師你先包 這樣包的話就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捲起來的時候 整個包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一個重點 你怕顏色重疊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重點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做好 它只要一滑動 你等一下再上色上去的話 就跌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 在這個位置上 來 你的手 對 稍微 對 沒關係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示範 所以還是要示範 你也求誰 好 各位可以看 它的膠帶有一點點 是黏到 黏到毛底的 皮膚的 這樣子的話膠帶才不會 才不會跑 所以說它有一部分的膠帶 是必須怎麼樣 在鋁箔紙上 一部分的膠帶是必須 控在皮膚上 各位如果說可以 從這個 因為這個鏡頭 可能白色的部分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我大概就是說 你鋁箔紙包好了之後 你要上那個膠帶的時候 膠帶可能有一小塊 可以黏在 可以黏在皮膚上面 可以踏去到皮膚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固定 我們這一段 的鋁箔紙不會跑 它有點像什麼 就是譬如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骨折的狗架外固定 架外固定 架到肩關節這裡的時候 肘關節這裡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它會抓一把毛起來 黏起來 它就是不要讓外固定 這個板子會移動 所以說它會抓一把毛來黏 有一些動院 會抓一把毛來黏 一樣的 我們大概就是 類似同樣的邏輯 差不多 現在是第幾個顏色 第五個 好 差不多 我們等一下就 這個顏色上完之後 有問題 我們現在有問題都可以直接宣 直接就可以問 我們就可以 直接回答各位 然後我們等一下休息的時間 我們就讓 讓美容師我們去把這個 洗掉 加熱洗掉 等一下下午的課開始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尾巴的成果 然後接下來 下午我們要做的一個進度 就是其他的進度 就是我們會開始用粉條 來試真的狗 我要讓各位看一下 它真的染上去的顏色 跟沒有染上去的顏色是什麼 那我用粉條下去抓 顏色 我們就直接可以 可以抓出 比如說我要抓出一顆 我們 在 FB常常看到 彩虹頭有沒有 彩虹頭 如果你要用真的染劑染 彩虹頭不好染 彩虹頭是不是不好染 各位如果有試過的話 可能那個失敗率還蠻高的 可是如果用粉條啊 好簡單喔 真的啊 我就是一層一層顏色上 上 噴濕了之後 粉條抓一抓 然後吹乾 然後這邊粉條抓一抓 吹乾 這樣就好 甚至於怎麼樣 我讓粉條疊到顏色 就沒關係 因為粉條疊色其實 它顏色不會變得很奇怪 它顏色不會變得很奇怪 那所以說 為什麼我說 粉條最大的好處就是 粉條跟色鉛筆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讓你自己店裡面的店狗 不斷的變換造型 可以每個禮拜 你只要有時間 你可以每個禮拜變一個造型 那這是吸引你跟消費者之間 互動的一個話題 也是代入 代入讓消費者代入 我常常講消費是一種習慣 消費是一種習慣 一旦消費者習慣你店裡面的消費模式的時候 他好像來你店裡不泡個海鹽池巴 他好像不行 他一個月了 他不來做一個海泥 他好像覺得怪怪 就像我們店裡面 我們客人就是 有時間尷尬 甚至於他會直接交給美容師處理 就是在紀錄上面去處理就好 所以說你一旦消費是這個習慣一旦養成 其實我們在食物上操作就非常的快了 要拿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是要染電色 電色這個部分你是用什麼顏色下去調 就是藍色加紫色 1比1嗎 現在是藍是1 紫是2 最後還是要試一下顏色 最後還是要試一下顏色 獅子先 我去哪 衛生紙給我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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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电色的部分其实调起来 那我们一般都会在纸上面试色 这个动作要注意就是说 有一些特殊的颜色 尤其是消费者指定的特殊颜色 像粉色系有的客人喜欢那种粉蓝色 喜欢粉红色粉紫色 你如果不把颜色先调好试好 你直接就会有点太轻 就不盖啊 你要是太浅的话还可以再来一次 太深的话就大概没误解了 所以说甚至于尤其是渐层 你渐层的话我都建议我们用我们的那个 渐层膏就是调色膏在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我一定要在纸上先把颜色试好 而且几个颜色我要做几个渐层 我一定势必都要先调好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一旦调好的时候你动作要快 因为染剂它会氧化 它只要一打开接触空气 它其实开始在氧化 所以说有一些美容师就说 我染剂买回去 我可能没有放好 或者说我放置的位置不对 你会发现奇怪我为什么染它的时候 颜色怎么染都不是那么亮丽 可能你的染剂已经坏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你的染剂可能放太久了 或者是放在阳光直晒的地方 可能或者是说你的染剂可能没有锁紧 它可能透氧了 氧化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染剂它只要一旦接触到空气 或者说它触到毛 接触到空气它就开始在作用 那它在作用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样你如果说一瓶染剂没有锁好 没有锁紧的话 其实它的可使用的实效是有限的 好 那现在它调好了之后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电射 来 玉琳老师 是哪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蓝色 这是1比2的颜色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一开始我们怕你不确定的颜色 所以你要先试一下颜色 试确定之后你再加你要的料 不然你一开始如果调错加的太多的话 整个就很浪费了 对 对 这个说到浪费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超美团的美容师 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耗材的成本 关乎到你的利润 这个就是说 我常讲一个耗材 它如果能够帮你创造1万块的利润 因为你的浪费它可能只剩下5千 5千 但是你花下去的工是一样的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 就是说你在试色的时候你的百分比 所以说我记得我上次在淡水的时候 我有提到我们的介质调色膏 我们的这个 我一直强调它是调色膏 它有一个名字 Doni 能不能 Doni 呢 Doni 洪总 咱们叫什么名字 对 透明媒介膏 透明媒介膏我都把它称它为调色膏 就是这个媒介膏很好用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你各种颜色都可以透过它来调 那我们维度还有提供 还有提供一个就是那个百分比的表 那像我们刚刚玉琳老师讲的就是说 你几比几你在试色的时候调好的时候 我大概这把毛要多少量 我调好 这样就好 那但是如果说你要用媒介膏的话 譬如说1比50 你不能说我先挤主色 譬如说我要绿色 我把主色先挤出来 先挤一坨出来 结果这个要挤50倍 你想想看这个50倍能用几次 所以说譬如说我要的量是 假设是10磨 那我这个就先挤10磨 然后我要的真正的主色1比10的话 那我的药的颜色主色是1磨就够了 这样理解吗 就一定要是媒介膏先加 再加主色下去 你不要先压主色再去调眉色膏 那你出来的倍数会是10倍列 你可以染10枝哦 那你纯了那枝 枝吃的量就浪费了 你就是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心很疼 冲掉了 没有用了 所以说这个媒介膏的使用一定是 我们以媒介膏的量来控 我们要的量来加主色 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遮瑕膏这个部分啊 如果说各位在个别操作上确实是比较担心的话 我会建议就涂这个遮瑕膏 这遮瑕膏就是说边缘 像这个边缘如果说你比较没把握的话 像它这个是像玉琳老师它是一气呵成 所以说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那像我们染很多 常常有时候会染到头侧 就是上耳沟侧头部这个地方 侧头窝这里的毛会弄脏 那如果说你担心的话 我除了上胶带挡以外 我还可以上一点点遮瑕膏 上一点点遮瑕膏 它不至于颜色会去卡得到 这个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是 各位可以仔细看一下特写 在这个地方包的时候 好 着开 好了 好 好